大家好 欢迎来到据新闻频道 我是美玲 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环境整体恶化 台商撤离大陆 当局在福建建立所谓的台湾小镇 几乎是没人了 成了一座鬼城 中共对私营企业的打压 导致白领工作大幅萎缩 很多有学历的人不得不从事蓝领的工作 政府2015年在福建省平台市 设立台湾小镇统战 以补贴和退税等优惠措施 吸引台湾青年去当地创业 甚至还可以取得当地的户籍 当局显然是想利用这个办法 吸纳台湾资金与人才 以此提振大陆的经济 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景点 那当地政府为什么要在平台 设立台湾小镇呢 这是因为福建省平台县 第二台湾海峡要冲 距台湾只有68海里 是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岛屿 尽管台湾是中华民国 拥有自己的主权 但是在中国政府的版图中 台湾属于中国 因此在交通规划中也纳入了台湾 中国政府一直想要打造一条 中国首都北京到台湾的便利通道 在202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 与国务院印发的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网要 清楚地显示了 中国意图建立跨越台湾海峡 直达台北的交通运输网 这个与台湾有关的计划 被中国列进2035年超长期计划 现在从北京到平台市 已经打造了一条高速路 另外中国政府计划 还打造一条从北京到台湾的高铁 其中北京到福建省省府城市福州高铁 也已经通车 但福建省到台湾的这一段 一直都没有进展 于是中国政府又计划 采取海底隧道的方式 计划中这条隧道 相互由福建省平潭自贸区 渗入台湾海峡 借200公尺深的水域 避开台北附近沿海的地震带 最终连接到台湾新竹市 预计隧道长达135公里 高速路高铁加上海底隧道 这样就可以连通北京到台湾 但是台湾人显然 与北京政府的想法是完全不同 所以能否在2035年 接通从平潭到台湾的海底隧道 还是一个悬念 然而近日有网友走访平潭 看到街道上几乎是空无一人 商店都关门了 只剩下寥寥几家店还在营业 看来中国政府计划落空了 有网友留言说 如果北京这样对台湾示好 就直接把部署在福建省的 1000多枚导弹撤走 也有网友说 中国政府在香港搞的一国两制 都已经是破产了 北京的信用都没了 台湾人又不傻 谁还会再相信北京呢 当前 随着生产成本上升 贸易紧张和地缘政治风险 许多台商转往越南 印度等地建厂 去年台商对中国投资下降了40% 对福建投资更是暴跌80% 双双创下22年来的最低水平 这几年 台湾富商郭台铭创办的福士康 也将目光锁定在印度、越南 并且不断加码对印度与越南的投资 去年的8月 福士康计划投资6亿美元 在印度卡纳塔克邦设立两家工厂 去年12月 福士康表示将在16亿美元基础上 再投资至少是10亿美元 今年6月 福士康花费约3.83亿美元 在越南北宁落地投资项目 7月又有消息传出 福士康将投资5.51亿美元 在越南建立两个新项目 根据摩根大通分析表示 预计到明年 苹果在印度生产iPhone 将占据全球总产能的25% 展露出福士康希望把印度打造为第二苹果制造基地的决心 福士康调整布局 撤退的号角刚刚吹响 河南的进出口就遭遇严重滑坡 今年第一季度 河南省首级出口量同比大幅下降61% 出口金额同比下降62% 对它影响最大的正是福士康 据海关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 福士康第一季度进出口额 净减少了487亿 而河南全省外贸减少了484亿 那么也就是说 福士康凭一己之力 把河南省外贸数据拉成了负数 一位网友这样形容福士康 一个企业希望一座城市 根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今年5月 福士康累计为河南省提供 350亿万个工作岗位 那么就拿福士康郑州科技员来说 其员工人数一度高达40万人左右 河南政府急了 外贸不能垮 就业必须稳 不能让福士康给跑了 7月22号 河南与福士康在郑州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福士康宣布 在郑州投资1.4亿美元 建设新事业总部大楼 福士康将在郑州航空港区 重点布局电动车市制中心 与固态电池项目 进一步推动电动车产业的发展 很多大陆网友认为 目前国内电动车产能过剩 福士康也来凑热闹 会有前景吗 一位中国大陆的博主 在抖音发视频表示 福士康回来是投资新能源的 跟苹果产业没有任何关系 福士康搬走了420亿美元的产能 拿1.4亿美元来投资新能源 他感叹道 走了一头牛 带回来一只鸡 随着外资公司离开中国 中国经济放缓 越来越多的年轻白领士去工作 不得不去做体力工作 去年 一则视频在网上爆火 985硕士送外卖的话题 一夜之间成为大家 倾向讨论的热点 四川大学硕士高材生陈涛 以前是记者 现在却成为一个送外卖的小哥 找工作四处碰壁 投出上千份简历 都是时辰大海 陈涛25岁那一年 从四川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 曾在北京中国新闻周刊 广州南方周末做记者 他说 自己年轻气盛的时候 以为能干出一番事业 2019年 他决定自己出来干 与别人合伙 成立一家小公司 由于公司效益不佳 2022年 陈涛离开公司 开始另谋出路 他听说 到处去外卖员 于是租了一个电动车 开始送外卖 同时呢 他一直在投简历 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 其实陈涛 并不排斥 做外卖员这份工作 但是 到了去年三月份 随着外卖骑手不断涌入 单子一下子出来 就被抢没了 他连续四五个小时 都是接不到单 他这才意识到 原来送外卖这个行业 也这么卷了 去年3月26号 陈涛发布了一个视频 崩溃述缩 自己是川大哲学硕士 很多人说我没放下身段 其实我已经很配合 我甚至还去应聘实习生 就是那种每个月 276美元的实习生岗位 但是 也没有硬片上 反正我最近 差不多快崩溃了 他吐槽说 年龄过了35岁以后 别轻易换工作 无论男女 找工作都是无人问津 35岁真是一道坎 随着经济下滑 外卖订单减少了 可外卖员却暴增 中国外卖平台 美团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2年有超过624万个外卖员 在美团工作 比上一年多出近100万人 另一个平台 厄拉玛 2022年蓝骑士报告显示 有114万外卖骑手 从平台获得收入 到了年底 外卖员数量超过200万 同年的12月 厄拉玛称 外卖员注册量创新高 但是最高新增大约是2万人 在上海当外卖员的陈毅身边 只有两名大学生在送外卖 其中一个人是研究生毕业后 当了程序员 陈毅告诉记者说 这位研究生被一家网站裁员 因为还要还房贷 还要准备小孩的奶粉钱 不得不做外卖 他爹妈都没有钱 他没有资格啃老 没有资本的话就得工作 网上热传 本科从业率达到30% 网民嘲讽称 外卖行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差不多了 除了外卖单数量减少 外卖员配送费补贴费也下降 导致外卖员整体收入锐减 陈毅在上海也碰到过 配送费降低的情况 如果下雨下雪 钱会多一点 他告诉记者 以前用户点一份外卖 大多是4美元 现在只点不到3美元 甚至2美元的东西 大家不敢花钱买贵的 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经济下滑 6月7号至8号 是中国大陆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 一位饿了默的外卖员 去年在学子们高考之时 自拍视频向大家问好 他说 我是梁旦丁丁 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 这是我的本科毕业证书 吉林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证书 这是我的司法考试职业资格证 他说 自己现在在饿了默做兼职的外卖员 希望这条视频 不会对各位家长产生误导 我身边同学们都非常的优秀 事业非常成功 祝广大高考学子金榜提名 起开得胜 去年2月 一分题为逃离大厂的深圳设计女孩 成为宠物美容师的帖子 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90后的洛洛 自称学了20年的美术 毕业于名校 带过独角兽创业公司和头部大厂 但是高强度无止境的加班 让他身心疲惫 有天加班到凌晨6点 我感觉自己是飘着回去的 那段日子到家后就洗澡睡觉 没有经历干任何事 没有朋友也没有对象 后来他找到一份宠物美容师的工作 他说工作的感受就是 真的是超级开心 送走小可爱 打扫完卫生就可以回家了 不用像以前一样下班以后 还要操心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洛洛真正所面临的问题 可能不在于高强度的工作 而是在于大陆经济前景黯淡 看不到希望的恐慌 另一名女网友也同样感到 在办公室里上班非常的累 身心疲惫 总感觉好像不能融入这个社会 他说当他与妈妈说起很累的时候 妈妈好像并不能够理解他 跟他说 你坐在办公室里面 比那些流水线的工人幸福得多了 有的时候我其实很想知道那些 真正的体力从业者 那些服务业人员 他们是不是也会像我一样 在办公室里面临着这么多的精神内耗 要把精力心力投入在 这些复杂的与人沟通 与人打交道上面 我就会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是不是会更加的简单和纯粹 不会有这么多复杂的人交往 我活在这个社会中 总是会被说不够圆滑 不够会来事不够灵 那我就在想到底是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圆滑 真正的会来事真正的灵呢 我觉得我学不会 好像一直都学不会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